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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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曾经是消化到的梅肠 历经煎炒烹炸 也会是好吃的代名词 咦 我们不是对臭味吃之以鼻吗 为什么却又如此钟爱呢 别着急 我们即将开始一场臭味相投的美食之旅 看看能否解答您的疑惑 挑动您的味蕾 浙江省绍兴市 在晨光中逐渐恢复喧嚣 其实城市日新月异 依旧退不去水乡的温婉 但就在这温婉的江南水乡中 却有着一味以梅为名的特色食物 梅腺菜 虽然臭味 却是老绍兴人的下饭菜 年轻人他吃不惯 我们是香的 他只是扯的 别看臭味 制作它却不容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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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美观 他每次都会将县菜梗 切成大小统一 长度相等的五厘米 老梗 新梗 由此分开 其他日初期分开 大地是老一点 小地是嫩一点 嫩一点 妹妹是快一点 老地是妹妹慢一点 农家生活通常就近取材 屋后河边泉水清裂 老陆这么洗了很多年 挑选容器 小心翼翼 窝口一旦漏气 所有的付出 都将功亏一篑 老梗入缸 新梗入瓮 腌制看似简单 过程却很复杂 县菜梗富含碱性物质 为避免吃起来生涩 它用冷水浸泡去化解 24个小时 转化之旅 在这当中悄然启程 好不容易到了周末 城里的家中 父亲依旧缺席 女儿只能回到老家 她这个人脾气比较倔的 就喜欢怎样就想怎样的 我们做孩子的怎么样劝她 都是劝得不掉的 她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 再说下去反而她生气的 就每次来我们过来 拿一些她种出来的这些东西 我们拿回去 它是最大的乐视 一个劝不动 一个不愿为 城里的父亲 乐在自己的乡间 空气是这里好一点 吃菜种种啊 今天阿姨天 明天就搞了很多 想我的心很高兴的 农家的做法讲究质朴 经过一天的等待 陆明贤将腺菜梗再次瀝干 放入碱面 拌匀调和 这个放的是稍微弱一点 还有一个是花香稍微较一点 不再忘了 同样的分类 同样的风口 还要再等四十八个小时 腺菜梗才会蜕变 两天两夜好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种子要不要进去 外面要种子 我就不要了 就是不为生了 一周后白花飘起 开坛的时机终于到来 每到此时 老陆都会先亲自试验 芋头的鲜软黏嫩 搭配梅腺菜的浓重赤裂 倒入卤水 难以名状的气味 在小火上清蒸 瞬间四溢 十五分钟后 腐败转化的特殊风味 滑腻 绵软 偷闲 击穿笔腔 在大脑中刻下深深烙印 杨杨 黑切瓜 吃吃 梅腺菜梗 对于老一辈少兴人 是下半利器 可对年轻人 接受起来往往还会有些障碍 经过一周浸泡的县菜 这个黑切瓜多吃 有人避之不及 有人却甘之若宜 这些人大多是舍不得丢弃老梗的老绍兴 和陆明贤一样 生活早已富足 却依旧记得曾经的洁简 老板 我给海铁饭送来的 好 好 好 我给老板 我海铁饭送来的 那都没来的一个 多香的 来这 来这 一分钱都不卖了 有的时候他们工夫没有 我给他送去 很喜欢做这样的事 美食欲见知己 相逢才算美好 臭味香口 成就出少兴人餐桌上的一份小菜 也承载着曾经节俭纯朴的生活过往 不同于南方菜系的清淡 传统的绍兴菜 臭是常客 在冷藏还是奢望的年代 食物保鲜让人头疼不已 为了不辜负每一条鱼 捕鱼为生的人们换了一种思路 既然留不住时间 那让时间留住味道 早上八点 工作日的早高峰 上班族形色匆匆 六十八岁的莫巧芬也要上班了 只不过 她的工作是回到老家照顾母亲 公路的尽头 八十八岁的老母亲 如约等候在家门前 日复一日 同样的位置 同样的等待 莫巧芬常常会烧上一些食材 立下刚过 正是做梅乐鱼的好季节 鲜鱼是莫巧芬的首选 鲜鱼是莫巧芬的首选 一般都没有回答 甚至认了一下 应该这款日是新鲜 也对人是旺旺的 二十多年前 莫巧芬和丈夫还以打鱼为生 后来儿女长大 她们被揭去城里生活 只是母亲眷恋故乡 这里就成了她唯一的牵挂 老村子 老房子 还有莫巧芬熟悉的老味道 从市场买来的鲜鱼 却没有急于处理 而是直接让太阳暴晒 初夏的气温有三十摄氏度 但莫巧芬并不担心鱼会变味 不久 空气中飘散出强烈的鱼腥味 然而 她还是毫不在意 日过晨午 水汽越发稀少 腥味越发猛烈浓稠 绍兴人口中 臭浓浓的气息 扑面而来 做鱼的时机 终于到来 梅乐鱼 梅乐鱼 就是要吃 上一天 你把这个鱼里 有些吃饭来 给予好饮料 由于是家中老大 从十二岁开始 莫巧芬便帮母亲分担家务 烟梅乐鱼 就是其中一项 这种用盐腌制的方法 是渔民的生活智慧 曾经 人们出海打鱼 无法冷冻 新鲜乐鱼回到家中 难以保鲜 便腐 抹盐 放鱼入缸 生姜隔层排列 黄酒均匀倒入 去除腥味 粗布封口 反复密封 前期工作 就这样完成了 剩下的 将是两个月 漫长的等待 美食的秘密 时间之道 经过两个月的腌制 梅乐鱼气味醇厚 绝对能把开缸的人 顶一个跟头 看来六十多天的等待 没有白费 锁住时间的美味 已臭见人 有了好主材 那么补料也不能马虎 猪肉剁碎 小葱增香 小葱增香 黄酒去腥 垫入盘底 鱼拦腰切断 开火清蒸 不用煎炒烹炸 一道梅乐鱼蒸鲜肉饼 在热力的催化下 沿着锅边 飘散出醇厚的味道 这是很多少星人 心心念念的美味 但在他们的童年 其实很难吃到 梅乐鱼啊 蒸到实时的时候 就是 就结婚啦 或者小孩们 满油局啦 就是都要走 吃到吃 本日的话 就是没钱 就想吃都吃不到 如果您是第一次吃 那么梅乐鱼 是真的臭 一筷子绵密的鱼肉 放入口中 就像有人朝你的上额 舌头 鼻翼 喉管 猛砸上好几下 非得扒拉上好几口大白饭 才能缓解一下 这海啸般的冲击力 但从第二口开始 它的鲜美 却直戳五脏六腑 令人欲罢不能 既然无法保鲜 人们就另辟蹊径 臭 提醒着人们珍惜好光景 不忘来时录 离开绍兴 来到成都 这里的餐饮竞争 更加激烈 麻辣刺激的口味 造就了一天一夜 都说不完的美食 其中就藏着一道 鲜臭厚香的菜 肥肠粉 当地人的早午晚饭 甚至可以作为零食 随时来上一碗 令人欲罢不能的秘诀 就是肥肠 内里软糯 外皮弹牙 但没处理之前 它的臭 一般人还真顶不住 这些没有广告 甚至没有桌椅板 是如何让挑剔的老汤们按时报道的呢 点菜 落座 两三分钟 它就端到面前 蛋块不等于凑合 真正费时的功夫 都在背后 一锅从不熄火的老汤 经年累月地煮着肥肠 这是阵电之宝 煎底小篓 装着豆芽和粉 在锅里冒凉下 让肠回过神 让粉吸收汤的精华 最后 别忘了点一份冒节子 节子是奶 得吃饱喝足 抹去嘴上的红油 此时可以告诉初来乍到的时刻 节子就是猪小肠 还是打了节的小肠 小肠 原本承接胃部消化后的残渣 在充满智慧的成都厨师手中 这种扣着油脂 饱满紧实的消化道 却绝对是最豪气的焦头 坐在拥挤的店面里 鸡肠碌碌的你 面前摆着一碗油汪汪 香喷喷的肥肠粉 这大概是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 一面稀里呼噜的作粉 一面时不时擦汗 满是焦香的红油辣子和花椒面 能让嘴唇保持固定频率的微颤 加上随时能够吃到的肥肠 麻辣鲜香 在这碗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果还不过瘾 那就再叫一份锅盔 手打的面团 会根据天气温度 决定发酵的时间 这种形似烧饼的面食 最地道的吃法 就是掰碎了浸到汤里 吸满炖煮肥肠的精华 美食既美 容不得一点浪费 香和臭 明明是反义词 可是一旦达到奇臭和异乡的微妙临界点 嗅觉与味蕾会被接连击穿 让人神魂颠倒 很多肥肥肠粉店 从来没有换过地方 年轻人在这里成长 恋爱 他们面前的这碗肥肠粉里 泡满了青春的岁月绵长 请继续屏住呼吸 我们一路向南 另一种叫人 欲罢不能的刺敌气味 从广西柳州开始 不断蔓延 从小吃变成方便食品 如今已然占领了全国的餐桌 一大早 柳州人就在小吃摊前开始排队了 人们或站或坐 甚至宁愿蹲在街边 也要喝一口汤 加起溜滑的米粉 快速送入口腔 咀嚼回味 这种味道让柳州人如痴如醉 一条街不过百家店铺 专门制作这种小吃的店 就占了三成 如果您是外地食客 要问哪一家正宗 别怀疑 闭上眼睛 顺着味找就对了 青菜 五竹 花生 甚至鸭角 猪蹄 伴随着蒸堂的热气 一股刺激的气味直冲鼻腔 这就是一碗地地道道的柳州螺丝粉 烫大辣 臭只是短暂的 当年适应后 也会和当地人一样 猛加一味配菜 通过我们柳州 本地产的竹笋 它就像妖影一样 能够把这个螺丝的 这个美味能够吸引出来 很难想象 这臭味是竹笋发出的 那么柳州人到底 施了什么魔法 柳州多山 山中多竹 顺理成章 当地的餐桌上 就多了一道竹笋 这种竹笋只生长在每年的六七月 一场微雨飘过 山里的竹子开始萌动 此时山下的村民们也正跃跃欲试 这个竹笋 就是越砍越多了 所以在这里 只要赶对时节 几乎慢山遍也都是 这个竹笋就是越砍越多了 砍一根明年可以长两根 砍两根的可以长到四根 为了世世代代 都能够享用这份取之不尽的食材 村民们与山林达成了默契 像这种矮的就暂时没砍 给它长那么高的话再砍 笋的含水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 离开土壤后 呼吸作用仍在继续 如果不快速处理 四个小时后 竹笋将尾粘 丧失原本的鲜味 为了笋 人与时间开始较量 而手段就是这缸卤水 它应该跟陈年酿酒一样 它越酒越香 不用加任何东西 就是有这个老水 加山群水就可以了 像这一坛就差不多上百年了 套山吃山 山民们保留鲜活的方式 就是这缸经年累月用于腌制的卤水 并且他们坚信 并且他们坚信 时间越长 放入刚刚挖回来的竹笋 山泉水 山泉水没过食材 接下来的就要交给时间了 老话曾说 闻着臭吃着香 这可不是一句空话 其中有现代科学道理 人的舌头上没有臭味接收器 所以嘴巴并不会尝到臭味 但发酵的食物入口后 我们却能感受到 微生物在分解蛋白质的过程中 所产生的骨氨酸 这也是味精的来源 鲜的转化 一凉粉 一盘笋 一碟花生 几颗青菜 这就是一碗螺蛳粉里的全部内容 但很多第一次品尝的时刻 总会奇怪 螺蛳粉以螺命名 为什么却看不到螺呢 正宗的螺蛳粉并非没有螺 相反 因为螺肉就藏在汤锅的最下层 在柳州 螺不是点缀的配角 小小的螺无处不在 吃螺蛳粉也没有螺蛳 其实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在那个汤里面 钓汤选用的螺蛳是石螺 它们就藏在这片大山里 并且生长环境非常不错 这些山泉水啊 直接可以食用的 特别是在那个环境下长大的螺蛳 特别的清甜 也是用来熬螺蛳汤的 最佳上选的食材 近一点 镜头再近一点 如果不是贴近仔细观察 很难发现 这些紧附在石头上的石螺 为了伪装 它们居然还在壳上 糊了层青苔 想必此时 鸡肠碌碌的您会问了 爬了这么久的山 就为了这些小东西 个头不大 又瘦又干 坏地人一看就没什么性质 但在广西人眼中 泉水中长大的石螺 没有一点土腥味 内里干净 简直是不可多得的美味 这么好的石螺 烹饪起来 却讲究捕捉 煮 沸腾的时间不能过长 避免石螺原本构造 遭到破坏 如果火候不够 内部的鲜味 又无法充分释放 想拿捏好石螺的分寸 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像黄祥瑞一样 煮上几十年 作为最古老的烹饪方式 煮 早在两万年前 柳江流域的古人类 就开始利用这种方式 烹饪螺丝 火烧热了锅 再把温度传给水 沸腾的水汽钻进食材 逼迫螺丝尽可能多地 释放自身的味道 这味道融于水 就化成了汤 也成就了极致的鲜 但汤中的营养该如何充分吸收呢 柳州人的答案简单粗暴 米粉 大米浸泡一段时间 磨成浆 然后入涕蒸熟 晾干 这是最常规的米粉做法 可是柳州的螺丝粉 需要在其中添加一道工序 为了让它发酵 发酵以后呢 它会跟空气和米浆再融合在一起 这类似于我们做发酵和米糕 那种类似的东西 发酵作用 不但会在米粉内形成孔洞 多孔的米粉 又会吸饱螺丝汤的汤汁 浓郁的味道 伴随着每一次作粉 充满整个口腔 此时再吃上一口酸笋 喝上一口螺丝汤 香臭两个对立的汉语词汇 此刻在柳州螺丝粉前变得模糊 为了处理猪肠 成都肠粉店的老板们 起得更早 从臭到香 每一步都不能马虎 梅雨时节刚刚过去 恪守规律的绍兴人 早已搬出大缸开始淘洗 准备腌渍下来年的义香 柳州的天刚亮 摸黑进山的人们 此时已经开始下山了 城里的螺丝粉店 也早已有了第一批食客 对于臭味的抗拒 是人类在进化时 抵御腐败形成的保护机制 但当食物溃乏时 人类不得不接受腐败的食物 然后掌控改变 最终烹饪出美味 形成一地风味 从此我们对臭就有了 更深的依赖